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天尝尝满药森 为大力消贸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徐春莺应该讲清楚的是 他一边歌颂毛泽东 但一边又想要当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到底你效忠的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柯文泽也从来没有说清楚 到底他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在这样打迷糊仗的状态底下 民众党只是想要趁这一波乱 争取到更多的权力 还是那一句话 每个人要为自己辩护 我在讲台湾民众党是提供一个海选的机会 他是一个报名来报名的 在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质疑他就赢了 对我们来讲是 反正我们那个部门区民态还没决定 对我来讲他就是自己投建来报名 就是海选计划里面的人选之一 对不对 徐春英代表的是中共对台统战的政治样板 那柯文哲把他放到不分区 引起社会的踏伐 民调下滑 结果现在把他推成说 他只是海选的人选 那黄国昌这些要选的就是柯文哲选的 出了事就推给海选 而柯文哲要的就可以列明在里面 引起纠纷了 民调下滑了就推给海选 事实上说你就知道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柯文哲说了算 有正面回想的就算柯文哲的成就 引起负面的就推给海选 这样的态度真的是好心政治 好负责任 那我不晓得人民看了这样的事情 年轻人看了这样的态度 放心把国家的未来交给这样子的人 徐春英近日来被发现他打扮成红卫兵 高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曲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他长期以来都是中共对台统战活动的座商兵 而且他过去自称担任中国的高级干部 也配有专车 徐春英在政治上的发言也是长期主张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徐春英并不是代表所谓的中国籍配偶 徐春英代表的是中共对台统战的政治样板 那柯文哲把他放到不分区 引起社会的踏伐民调下滑 结果现在把他推成说他只是海选的人选 那黄国昌这些要选的就是柯文哲选的 出了事就推给海选 而柯文哲要的就可以列明在里面 引起纠纷了民调下滑了就推给海选 事实上说你就知道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柯文哲说了算 有正面回想的就算柯文哲的成就 引起负面的就推给海选 这样的态度真的是好心政治好负责任 那我不晓得人民看了这样的事情 年轻人看了这样的态度 放心把国家的未来交给这样子的人 徐春英应该讲清楚的是 他一边歌颂毛泽东 但一边又想要当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到底你效忠的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柯文哲也从来没有说清楚 到底他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在这样打迷糊仗的状况底下 民众党只是想要趁这一波乱 争取到更多的权力 我们身边要放音乐哦不好意思 谢谢谢谢 那市长我要代替媒体调底问说 好像是不是要把四位民众党的立委 排入国民党的安全名单里面 有这样的消息传出 最近有蛮多消息提出说 就是有些民众党的区域立委 好像都会进国民党的部分区 是有这样的意思可能吗 听不懂 就是好像有说有民众党 已经要选区域的立委 都被传出说被地方传出说 他是在国民党的安全名单 部分区安全名单里面 可以选区以后 就同时分进国民区吗 听不懂 听不懂那题目的意思 一个人可以同时报我区域再报国民区 有这样的问题 好 那我们再问一下说 昨天那个朱立伦主席有说 就是关于民调初选的话 你本来比较喜欢日本的模式 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 不是啦 就是这样啦 因为公民党第一名的立委 候选69个 民众党11个 合起来投票 听一听又觉得 你一听又知道这个 这个题案实在太奇怪了 还有另外一提是说 那个民众党可能的部分区立委徐春英 是会在安全名单之内吗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然后那还有昨天那个有媒体 曝露出那个徐春英唱那个 共产党的党歌 那还是拿一句话嘛 就是说每个人要为自己辩护 我在讲喔 台湾民众党是提供一个海选的机会 他是一个报名来报名的 在过程当中没有 如果遇到质疑他去演出 对我们来讲是 反正我们那个部分区民态 还没决定 对我来讲他就是 自己投箭来报名 海选计划里面的人选质疑 对不对 那另外带圆明台的朋友提问说 就是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您对于原住民政策的主軸 原住民政策的主軸 这个要专案 那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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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资格来的时候 他有说 把握付与选票 就会是慎选的关键 那这一次您来台东市 那早上在票的前面 是知道市场都要进入付与票吗 一般来讲 在选举过程当中 市场都是一个热门的地方 因为就是那个地方人最多 所以应该这样讲 人最多的地方通常就是 竞选活动比较会去的地方 那有什么想要 特别把握付与票的情况 是不是影响了 还是一样 每个老百姓心中 都是最关心自己的生活 所以对妇女同胞来讲 一样 这个从国家安全一直到他 年轻妇女的这种脱鱼 脱鱼手 反正还是那样 他们就是 其实在现在的妇女 我们当时都三名字是在 常常被破案 比如说 家里长辈员生病 他们都是主要的照顾人 所以常常上面有工火要死火 然后旁边要负责家事 下面就 我们常常把这种照顾小朋友的责任 那种家里给他们 所以这典型的 现在这种 中年后你是给你们三名字 所以一样 政治是决绝 人民每天生活的小事 是的 好了 因为我们已经 说出我们的想法 剩下是国民党要去 要去回应 好 OK 谢谢 谢谢